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巴特勒2018-19赛季的价值毫无疑问 健康的巴特勒性价比报表 他新赛季的年薪位2040万美元 还是在工资茂暴涨 之前和公牛签订的合同 大概还在联盟第40位 比达尼洛加里纳利2160 前德勒帕森C2410 对于安德鲁维金斯2550万都要少 基于胜利期待值 WAP和ESPN的真实正负值 预计巴特勒新赛季能提供13.9个WAP值 你要觉得这个数有点虚高 不如考虑以下两点 他上赛的真实正负值联盟第四 而且打的是很难被取代的侧翼位置 价值更高 巴特勒的价值风险在于出勤率 我的12眼预测系统 预计他能打起15场 这将是他生涯赛季第三高 到过去5个赛季 巴特勒平均缺证15场 包括上赛季全明星赛 后游戏半月版 接受手术 只打了59场 如果将巴特勒的出场次数调整到67场 他能提供12.5个WAP排名联盟第13位 2017-100赛季缺勤时间更加凸显巴特勒的价值 森林郎才他缺席的23场比赛 只取得10胜13负 相当于赛季36胜的胜率 巴特勒的比赛37胜22负 相当于51胜赛季 想要交易得到巴特勒肯定要送出球员 因此得到他的球队不大可能 只得同样的进步 但通过合理的交易得到巴特勒 肯定会提升球队竞争力 巴特勒下一本特同的价值交易下加 拥有巴特勒的博乐权 明年夏天可以去约他 巴特勒想要3270万的起星合同 总价值高达5年1.9亿 如果其他球队裸签 则是次年1.41亿 特同前期巴特勒还是值得这个身价 球队在自由市场买到一个WAP需要花费工资冒的3.5% 巴特勒的顶星胡同起星是公子冒的30% 这意味着他每个赛季 至少要打出8.5个WAP价值 才配得上顶星合同 我的多年预测体系认为巴特勒在2019-2020赛季和2020-2021赛季的预计WAP只为是2.9和10.3 合同前两年完全值这个价 但是我的预测体系最多预测未来三年 我又用了538榜的卡梅罗预测模型 它利用相似球员的生涯轨迹预测球员前景 再转换成我的WAP模型 卡梅罗预测巴特勒在2021-22、2022-23、2023-22再继34岁的预计WAP只为8.6、7.6和5.9 也即使说 除非巴特勒最后两年的表现超出历史模板球员 那合同最后两年就是严重溢价 更残酷的现实是巴特勒的老化速度 他有伤病史 并且整个生涯被严重透支 巴特勒在2014-15赛季打了联盟最高的38.7分钟 过去五个赛季每年的场均时间都排在联盟前四 交易价值是情况 而定五年一点又1800可乐会是一笔糟糕糕的投资 老实说 如果球队有把握明年夏天 直接在自由市场牵牌 那不如等等 明年夏天再给一份四年1.41的合同最高四年 涨幅5% 博得全合同最高五年 涨幅8% 于是有两种情况下值的交易巴特勒 一是看中巴特勒新赛季的价值 像在自由市场卖一个生场要花费200多万美元 而巴特勒2018-19赛季的预计价值至少比他的年薪高出700万 几乎相当于2019年 首轮十几顺的价值 如果巴特勒能打七十五场 他能给球队提供的额外价值 相当于多一个前十顺位签 二十名年没有空间签人的球队 比如热火 热火必须通过交易才能得到巴特勒 不管是现在还是明天夏天先签后话 而火箭则符合两种情况 有了巴特勒 他们才有继续叫板勇士的实力 巴特勒心仪的三只球队拦网 快传 你可思 新赛季有他也不会多少竞争力 热火就是森林郎能得到最佳回报的交易对象 假如森林郎的要价更合理些 热火可能要衡量为了新赛季首轮主场优势和明年夏天续约巴特勒 究竟要付出多少代价 意欲经 热火可能要衡量为了新赛季首轮主场优势和明年夏天续约巴特勒 热火可能要衡量为了新赛季首轮主场优势和明年夏天续约巴特勒